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我最近之前跟大家说的 每一周会给大家讲一个灵异的 或者科学有关科学或者灵异的话题 然后今天呢 我之前所要学习的那些还没准备充足 所以呢 我思考了一个星期我就想到了 我把我之前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 人生的经历 亲身经历过的一个灵异事件 想要讲给大家听一下 作为一个 你说有趣也行吧 说是一个真人真事也可以 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个呢是我十几年前的一个事情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家 我还在我父母的家 就之前还没有搬家 还住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面的一个老街道 老房子 一个老房子 那个时候呢 大概是十几年前吧 然后有一天晚上呢 当时我是住在二楼 但是我是住在二楼的 然后有一天晚上呢 我就在二楼的阳台 我写完卓业了 当时才读大学好像还是读高中吧 写完卓业了 然后我就走到了我的阳台那里 在这个阳台呢 很破旧 那时候的房子是非常破旧的 然后在阳台上 我啃着一个甘蔗 那天晚上我啃甘蔗 好无聊哦 一边啃甘蔗 我妈呢就在那里晾衣服 然后呢 我一边啃甘蔗 一边就跟我妈聊 我就说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我的 那个阳台的前方 当时的楼呢 它是楼跟楼之间哦 楼与楼之间 贴得非常的近 因为都是宿舍区嘛 都是宿舍区就是国企单位嘛 那些老房子嘛 然后而且是二楼 很破旧的 楼与楼之间 看到前面的那个楼房 离我们很近 大概也就是二十来厘米嘛 二十多三十厘米 然后呢 二楼我们住的楼层很低 二楼的话呢 楼层底下的那些高压电线啊 当时呢 很不规范 甚至现在那个楼宇 现在还没拆 呃 我也拍下了一些素材 呃 给大家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这个楼宇呢 还是很旧哦 是当时的 相信现在的 我们住进的那些楼宇楼房呢 应该那些高压电线 不会那么差了 不会布局的 嗯 那个规划的那么差 就是当时呢 好奇怪哦 因为我就在 阳台前面就啃甘蔗嘛 然后就看到前面 有一个现象 就是前面的一个 呃 对面的一个阳台 楼跟楼对面嘛 它就是一个阳台嘛 大概就是三十 三十厘米 厘米左右 呃 的一个距离 然后前面的话呢 它那个二楼呢 有很多那个电线栏 那个高压电线栏 都是捆绑在一起 横着过去的哦 很杂乱武装 我当时就这样想 我一边啃甘蔗一边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会冒出一句这样的话 当时就想 嗯 好危险哦 那个是高压电线 对吧 高压电线的那些 电线 但是我们这个是住宅 我们二楼是住宅 靠近人群 那你那个高压电线 捆绑着一起 杂乱武装 横着这样排放哦 离我们这个阳台的距离 是很近的 然后如果 房子里面如果着火了 我当时呢 我就冒出了一个想法 我就跟我妈 她在亮衣服 然后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假如是 对面的房子 如果是着火了 那岂不是很危险啊 那前面的那些 杂乱武装那个高压电 会不会着火呢 那个距离那么近 当时就是这样讲的 而且呢 大家也是知道的 那个年代呢 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看的那些电视剧啊 电影什么的 经常都会 我自己都会想象到 如果高压电线着火的话 你看到那些